在这次的论坛当中邀请到部落青年 还有在学校教学的经验 运用3D练义科技 制作太鲁阁足的图文、口黄情等 运用数位科技方式 教导太鲁阁足小朋友们 以自己的方式让文化可以生根在部落里 我在这次论坛当中 并且邀请从了国小老师 来分享青年们 在担任老师职场里 如果运用数位科技方式 来驾导部落小朋友们 认识太鲁阁足的文化 尤其在现代主流社会的教学当中 运用小朋友还是无法理解 当下的课纲的方式 如何运用科技教学 才能够达到教学的目的 我们一直都在 特勒阁足的祖先从古到今 一直都在解决现在生活的问题 也因为要解决生活问题 必须透过脑袋瓜子去想 怎么去创造出更好的工具 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便利 这个何常不是一种科学呢 你看像这个藤 藤啊在山上长出来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可以做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那也是因为千百年的一个 那个德文库跟藤之间这样的一个认识 他才发现到 因为那藤很适合用来制作 我们的生活用具 像这种创客的教育活动 全台湾如火如荼在进行 然后你会发现到 花莲县 宜兰县 台北 台南 台东等等 他们所做的创客活动 几乎都一个模子 不是机器人呢 然后就是什么 做那个装置艺术等等的 你会发现就好像我们去逛老街 有没有 我去台北逛老街跟去天安的逛老街是同件事情 因为你看到都是一样的 那就那一年我们去台北做了一个成果展 那花莲县的长官看到我们从德国小 将原住民文化跟西方科技合并在一起 做了一样的一个成果展 他觉得这真的太特别了 于是将我们的作品全部都拿到台北去做一个展示 部落青年南韩陆星表示 早期泰鲁格主线并没有现代数学的理论和方式来学习 而在高三人生活里其实早有这样的概念了 例如泰鲁格主传统编织 也是经过金纬多的方式来计算 还有背容制作排列的方式 如果运用数学的方式实际在部落里 让文化能够得传承 好 记得继续观世报道